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夜魔外多肉生活頻道 我是楊 今天呢 要來一個開箱喔 我們接下來會推出有關於仙人掌嫁接的一系列 預計大概二到三次影片 這個影片當中會教大家了解什麼叫做台幕 要如何嫁接仙人掌 以及飛母丹井的相關的知識喔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畫面的這邊 有一位我美麗的新娘子喔 欸 妳在幹嘛啊 又把我曝光了 妳之前的路徑感覺滿意還不錯啊 是嗎 那大家有沒有很好奇另外一邊是誰呢 另外一邊就是我啊 好害羞喔 帥吧 自己講 大鏡給大家看 幹嘛這麼突然啊 幹嘛很害羞喔 對啊 好 等一下 嚇一下 很好很好 這個角度很好 很美 好 我們在等我們的攝影師 把我們婚宴當天的那個花絮剪成影片 到時候再放上來跟大家分享喔 那我們開箱吧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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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位觀眾 十條小黃瓜 這個也是仙人掌喔 這叫什麼呢 這個叫做繡譜 這就是拿來當作檯木用的小黃瓜 不是 拿來當作檯木用的仙人掌啦 給大家特寫一下 好 只要是運送過程當中啊 它的根系有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當我們收到檯木 一樣是仙人掌收到的三個步驟 修根、釀竿、載爐盆 那我現在要來給它清乾淨喔 大家抱歉因為 數量有點多啊 我有點懶得 在拿那個乾淨的盤子 我就直接在這邊修 然後等一下這個就直接丟掉 那修根呢一樣準備 剪刀 酒精 這必備的喔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忘了說就是 手套 這個仙人掌啊 這個刺實在是非常非常的刺 而且又很細小 那同時間呢 它又很容易斷掉 所以當你在拿的時候 不小心讓它斷掉的時候 很可能就會紮進手裡 那接下來就是日常修根 好玩麥啊先生 你看我的表情像是好玩嗎 我是不知道你一直拿著小黃瓜幹嘛 為了我們廣大的可愛的肉肉的好朋友 我決定親生自己來做一次 來體驗一下 培育家們的辛苦 我為什麼要買10支呢 沒有買10送醫 沒有 這個真的好吃喔 好啦你小心啊 兩千年以後 Ladies and gentlemen 為你隆重獻上 生的小黃瓜 我到底在幹嘛 培育真的到底在幹嘛 超刺的 我手都是刺 下個禮拜見 現在羊好像在對小黃瓜做什麼事情喔 小黃瓜在這裡 我是覺得如果大家對嫁接的仙人長有興趣啊 買那個江湖上的老前輩 嫁接好的就好了 不要自己搞這個 真的 也太費工了吧 我可能這輩子只會用這一次喔 先講好 這樣會撐得住嗎 我不管他撐不撐得住啊 中 中 中這個喔 這個秘訣喔 就是 把這個土壓好壓死 然後轉一轉轉轉轉轉到旁邊 有沒有 是不是 不用幫他們做一些支撐點嗎 不用 生命會找到出入 生命會找到出入 好好好 第二隻了 好第二隻喔 十隻喔 好他現在不穩對不對 對 如果哪天回來風吹了他不會咬就是穩了 這是不是很好的判別方法 是是是這樣子嗎 是就是這樣 好啦 好啦不打擾你 中他們囉 好不要打擾我 對 加油 唉唷 好了喲 哈哈哈 你知道 如果要中 這種 台木啊 這種感覺就跟男生當兵一樣 你當了兵你會後悔 因為浪費掉那些時間 可是你沒當兵你會更後悔 因為人家當過你沒當過 我現在的心情就是這樣子 OK 喔好我無法體會 那接下來這些台木呢 就是要讓他穩更 大概需要一個月至一個半月左右的時間 等這時間過後他穩更了呢 我們再來做下一步 假接 來 哈囉楊 嗨 你要幹嘛 大家還記得這顆粉紅鑽石嗎 記得記得 長大很多對不對 超多的 那我們就會面臨一個問題 你看他長出來這個寶寶啊 都擠在一起了 接下來生長下去只有兩種結果 第一種結果就是 他們 繼續長然後形狀變形了 要不然就是他們兩個或這三個 互相把對方其中一顆擠掉 那我們現在要把這些小寶寶給拆下來 大家現在看到這顆很漂亮整顆都是粉紅色對不對 對 可是他拆下來因為他缺乏葉綠樹 他沒有辦法自行生長 存活下來的機率很低 所以 如果要把他拔下來要他繼續長的話我們要準備另外一顆台木 我有問題 請問 蝦米有台木不是可以供應養分嗎 對 那為什麼我現在要把他拆下來呢 是因為我想要讓這一顆 條件更好帶有葉綠樹的小側芽 讓他長快一點 對那對我而言呢 整顆都是粉紅色的 沒有頸斑變化的 說實話 長得很慢 然後觀賞價值就沒有那麼高 所以通常啊 栽培家或一般的玩家 看到這種都會直接拔掉 好拔給我好了我很喜歡 喔是喔 你要當那個 星星糖把它吃掉 幫我帶在手上 做成一個戒指 好那我現在要把他拔掉了 好我再講一次為什麼要把他拔掉 因為我的重點是這一顆側芽可以 長快一點 但是其他的都是 全景的側芽 那些我沒有要留 那我把這些拔掉之後呢 這個側芽他會獲得 比較多的養分 好拔掉囉 先從這顆開始好了 那麼簡單喔 就這樣喔 就這樣就拔掉了 他他這裡長這樣 真的是像星星糖耶 很可愛耶 給我給我 超可愛的 這個可以像那個 多肉葉夫一樣 就是丟著他就長根嗎 如果是帶有葉綠樹的 是有機會的 可是這個完全沒有葉綠樹 他要 我們俗稱自根啦 自己長根 是極其困難的 因為沒有葉綠樹 所以大家會看到有的店家他在販賣 整顆都是 黃色的啊 整顆都是粉紅色的仙人長 他為什麼底下一定有檯木 就是這個原因喔 因為他沒有辦法靠自己形成葉綠樹 光合作用 但這個超可愛呀 你來試試看好了 這麼緊張的事情要叫我來試試看喔 來來來 假作用嗎 你就給他稍微 他其實很好 開始喔 好 真的很可愛耶 可惜這些 都沒有辦法自己活啊 可是好可愛喔 近看看更可愛 近看看是什麼 好可愛喔 還要拔那個 還要拔那個 對再繼續拔 這一顆 這一顆對不對 好 這一顆嘛 好可惜 又要拔掉 喔 一聲就下來囉 好可愛喔 下一顆 這一顆 這一顆吧 真的很好玩耶 這麼小一顆上面的刺還真的蠻雜忍的耶 是齁 這顆也要嗎 你只留 只要留這一顆而已喔 對 那這一顆 這顆更白耶 給大家看一下吧 那拆卷完成之後呢 他這個母豬上面就只剩下一顆小徹芽 所以 他的養分 正常來說應該就是會集中才對 那這五顆 我是不想要中啦 可是 安博說 他覺得丟掉好可惜喔 因為都好漂亮喔 都粉紅色的 好像糖果喔 那我們現在要幹嘛 要不然 要不然 取名字 取名字 等一下啦 他這個都 觀眾朋友不想再看我們取名字 我想要知道我們把它叫什麼名字 因為他們發現我會偷偷工商有沒有 無情工商 這只有五顆而已沒辦法工商 上次工完了 上次工完了喔 好啦 那我們後續再來 討論一下 要怎麼樣處理這五顆徹芽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你的版本 我吃了 你的版本 品牌 呃 不 你 就 不 你 啊 你 這是